这枚戒指可不一般 只要戴在手上 就可以将家里的任何物品 变成自己的女朋友 就在这天 男孩正在洗澡 不料手一滑 将肥皂掉在了地上 结果下一秒 一个胖不多的女孩 出现在她面前 因为肥皂妹本身就是肥皂出身 最爱和别人洗澡 但大壮有些不知所措 觉得肥皂妹实在太胖 根本不符合自己 并将她赶了出去 肥皂妹看着屋里脏乱不已 结果肥皂妹启动洁白技能 等大壮洗完澡出来时 发现家里整洁如衣 等到第二天 大壮从同事口中得知 肥皂妹属于消耗品 只要多用上几次 肥皂妹就会越来越瘦 于是她每天想尽一切办法洗澡 白天洗完晚上洗 不是在洗澡 就是在洗澡的路上 吃饭时 故意弄脏自己的衣服 踢球时 别人都在认真踢球 而大壮却在地上来回翻滚 肥皂妹看到后无法忍受 当即就要就地和她洗澡 就这样 在肥皂妹的巨大消耗下 她终于瘦了下来 并且变成了一位美女 大壮看到非常满意 既然肥皂妹是消耗品 那就有可能在使用过程中 慢慢消失 大壮为了不让肥皂妹彻底消失 她每天想尽一切办法不再洗澡 甚至偷偷买回来几瓶沐浴露 当她发现后 以为大壮彻底开始嫌弃自己 一气之下便跑出家门 不料因为外边下雨 导致肥皂妹在雨水的冲刷下 变成了一堆泡沫 彻底离开了大壮 她为了找到一个可靠的女朋友 这次竟把目标放在了一条鲸鱼身上 男孩获得一枚神奇的戒指 可以将物品任意变成女朋友 这时 她把目标盯上一条鲸鱼 然后拿出浴缸中的鲸鱼 直接用力一甩 结果下一秒 眼前的鲸鱼瞬间变成一个萌妹子 看着眼前的鲸鱼妹 觉得挺适合自己的胃口 结果将手放在她的肩上 并发现鲸鱼妹不仅是一条日本产的小鱼 而且她的记忆只有7秒 她发现大壮占自己便宜 瞬间一巴掌就扇了过去 结果还没打到 就忘记了刚才的事情 接下来的日子 两人欢声笑语 为了跟鲸鱼妹相处 大壮不停开始学习日语 但鱼的记忆只有7秒 为了让鲸鱼妹时刻记得自己 刻意在她胳膊上 写下男朋友三个大字 尽管两人走在大街上 大壮不停张望对面的美女时 结果巴掌还没打在脸上 鲸鱼妹就忘记刚才发生的事情 就在这天 鲸鱼妹不小心洗掉了胳膊上的字迹 她瞬间忘掉之前的一切 等大壮一觉醒来 却发现鲸鱼妹不见了 她开始四处寻找 等找到她时 发现她正在参加一个大卫王活动 由于记忆消失 她开始不停地在吃东西 大壮见状 立马将她从人群中带了回来 为了不让鲸鱼妹受到伤害 大壮最终将她变回了鲸鱼 前两个女朋友并不让她开心 这回她要变出一个勇猛 刚烈的女朋友 随着西瓜刀挥出 一个身材火辣 看似冷酷无情的刀妹 出现在面前 就连飞来的苍蝇 一个眼神就可以将她杀掉 晚上他们走在路上 结果遇到一群小混混 刀妹立马开启战斗模式 三下五除二 将小混混全部解决 大壮拥有了这个女朋友后 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有了保障 可西瓜刀本身就是一个二手的 由于刀妹思念自己的前主人 大壮有些于心不忍 于是带着她找到前主人 将西瓜刀归还于她 下一次 她要变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男孩拿起手机 狠狠甩了出去 只见手机在地上 转了9981圈后 一个长相智能的女人 就出现她的面前 一把摸在男孩的胸口 查阅出她一切的兴趣爱好 就在这时 门铃响了起来 外卖员将食物送到门口 原来智能小姐察觉到大壮饿了 并且全部都是大壮爱吃的饭菜 不得不说 这个智能小姐 可谓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工智能 为了制造浪漫的氛围 她打开面前的智能音响 在一首我爱你的音乐下 他们吃下了第一次晚餐 自从拥有了智能小姐 大壮可谓是生活过得非常惬意 每一次出门 都会有专车接送 想吃什么 只要小手轻轻一滑 周边的所有美食 全部都会出现在她的脑海 就在吃饭时 一个女孩走了进来 大壮见状 立马将菜单挡在面前 智能小姐发现不对劲 立马通过手机相册了解到 出现的女孩 竟是大壮的前女友 不料大壮还是被女孩发现 并开始不停嘲笑大壮 还炫耀自己的男朋友是富二代 智能小姐为了帮大壮找回面子 偷偷入侵到她的手机 发现女孩是一个渣女 同时拥有几个男朋友 于是她将信息发送给她的男友 很快 几个男人纷纷赶到 导致现场纷纷指责女孩 无奈之下 她只好赶快逃离 面对如此贴心的智能小姐 大壮非常喜欢 并发誓今生只爱她一人 还将这枚戒指送给了她 殊不知 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晚上之际 智能小姐利用戒指 变换出几个手下 趁大壮睡着之际 将她绑了起来 原本这几个人 全部都是手机上的软件 他们非常厌恶大壮的做法 所以也要让她感受一下 被控制的滋味 很快 大壮就被改造成一个机器人 直到这天 公司小美通过和大壮的聊天 发现不对劲 就当她找到大壮时 才得知她已经被控制 结果利用自己的戒指 将大壮变回人类 智能小姐一气之下 变出多个手下 就在两对人马几个回合之后 他们不甘示弱 突然智能小姐显示电量不足 大壮见壮 立马拔掉电源 最终智能小姐便出了手机 而大壮在小美的戒指下 变成了她的男朋友 如果你拥有这枚戒指 你想变出什么东西呢 关注痘痘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